别让热伤害剥夺孩子快乐童年 立法委员何志伟、台北市议员钟佩玲、新北市议员戴伟山与特工盟组长林向如 呼吁主管机关正视公园邮具热伤害问题 何志伟也提出优先采用自然材质铺面、金属材质邮具增加遮印 考量纳入水务细水设施、降低邮具温度 以及增加都市氯化等四点具体改善方案 我们的诉求很期待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应该在卫福部 儿童的游戏设施的自主检查表当中 应该针对热伤害有一个遮阳的检验项目 第二个在沙坑家长陪伴区 特别是金属材质邮具应该要加入遮印 而且应该要纳入未来的验收标准 甚至未来的检验项目之中 第三个在日本其他的先进国家 正常国家里面太热的游戏器材 这些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他们都会喷水物 那或者是汽水设施上面 他们都会有遮阴在上面 让小孩子 让家长 让阿公阿嬷 让爸爸妈妈 不要出去玩一圈回来之后 不是直接回家 而是直接去就医 那其实不管是游乐器材 不管材质 不管塑胶 磨石 纸金属 木头 或是没有遮印的沙坑 其实你这样30度高温的烈日曝晒 表面都会非常滚烫 这已经到50度了 刚才有讲 这个50度60度 都已经会造成小朋友烫伤 这小朋友有办法玩吗 那其实在特工盟 我们2016年 我们其实也去做地点的实测 我们在5月 5月 不是现在7、8月 是5月早上9点 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实测 这是我们实测结果 可以看到橡胶地点 已经高达50.9度 是早上9点了 沙坑是38度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材质就差了12度 所以其实用沙子 历石或树皮 木屑这些自然的松散扑面 是非常有效 可以降低游戏场整体的温度 台北市议员钟佩玲表示 台北市有邮具的公园 有442座 其中有35座邮具彩金属制 虽然公园处境检讨后已改善 但比例上仍然很低 而新北市议员戴伟三则指出 在金属邮具旁立立牌 要求孩子穿厚衣裤 玩溜滑梯 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们会在一些金属的邮具旁边 我们会立一个新的立牌 那这个立牌里面就写说 这个夏天这个温度很高 请大家一定要穿上厚的裤子 跟长袖来玩耍 一个39度的高温的环境 你要孩子穿上牛仔裤 穿上长袖 甚至穿上外套去玩 那这不是太苦了孩子吗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 不要只是用一个立牌去解决 我们希望做到更根本的改善 那也就是从这个公园 整体环境的改善下手 那无论是遮阴 无论是更多的这个清水的设施 我们希望让孩子可以一下课 可以一放暑假 都可以自由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游玩 在过去包括这个地方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名义代表反应 不断的反应之下 其实公园处他们有做一些改善 也就是这35座是金属制的 这个邮剧游戏场 已经有做了一些遮印 但是呢相较于其他 全台北市442座来说 是远远不够 因为会产生这个高温热伤害的 不但不只是只有金属邮剧而已 刚刚上午提供的这个资料 我们包括这个黄色的塑胶滑蹄 就有44度 这代表说不见得是金属的邮剧 才会伤害人 其实塑胶的也会 那所以说在这个全台北市 有442座的邮剧 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有遮阴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特工盟组长林向如指出 根据温卷调查显示 近九层家长反应游戏设施 白天表面过烫无法游戏 还有半数孩子 希望增加细水和遮阴设施 我们希望主管机关要研议儿童游戏场具体的降温散热的计划 那我们有以下三个建议 好第一个主管机关应该要要求在儿童游戏场设计的时候就要考量把遮阴就纳入设计里面 那刚才有提到卫福部这个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里面的这个有个副表 儿童游戏场设施自主检合表里面可不可以新增一下去设置遮阳的这个检查的项目 那你有去检查如果呢 这个游戏场的区域没有大树 没有树可以遮阴的话 我们就要规划人造设施啊 我们不能等树长大 小朋友童年不能等 尤其在儿童禁止不动的这几个区域 例如说座位区啊 就是休息区 沙坑区 还有刚才提到的金属表面 都应该要特别增加遮阴 避免长期曝晒的这个过烫的问题 那第二个 在儿童游戏场呢 我们应该优先采用自然材质的扑面 我们刚才已经有看到 自然材质一样的曝晒条件 一样没有遮阴 它们可以相差12度 所以当我们已经换用自然扑面的时候 整个环境的吸热就不会这么的多 那第三个建议哦 游戏场哦 我们应该要可以去设置水务跟细水的游戏场 来降低整个温度 像这个水务装置呢 刚刚有提到嘛 可以降低温度 那细水游戏场更是小朋友 这样 来我们看 小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游戏设施 但是呢我们全台哦 将近7000座的公园游戏场 只有不到40座 有类似这样的设施 这个占比非常的低耶 只有千分之五 那我们希望主管机关 卫福部可以具体的要求 全台各个地方政府 在游戏场发包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三个 我们刚刚很具体提出来的这三个建议 这个降温的建议 可以写入发包的需求 现场台北市公园处也提供经验 表示针对遮印法规 把遮印跟结构共构 或设计成可拆式的 并不会触及建筑法规规范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